今天咱们来玩玩新模式 怎么没有选择技能的呀 技能没上呀 战术吉利福呢 发射炮呢 应该是了第二个阶段才出吧 但是高塔成新回归啦 这个还不错 这局我会非常惨 因为苹果还没有更新 我的安卓是很卡的 也没有条件位 没办法 为了给小伙伴们出影片 再卡也要玩 看局两个阶友就在讨论加分的问题 看来你们的段位不低呀 出去一看 一个王牌一个黄金 差距还蛮大的 完了完了完了 伞跳慢了 我跳到了这个楼梯上面 不是吧这么绝 一把枪都不给 快跑快跑 新版本第一局 华生倒霉躺 他也没枪 队友 打他打他 队友在我的鼓励下 战斗力爆炮 独独坚持了三秒钟才被击倒 放心 我有枪了 可以救你们 直接双杀 嘿嘿 没看错 这里就跳了他们两个 结果下一秒他们两个痛痛向我发起了挑战 我怕你 接受接受 两个都接受 我就在这里等你们过来 谁怕谁啊 第一个接受成功 第二个为什么失败 应该是只能接受一个人的挑战 咋回事啊 地图上为什么不显示那个人的位置 我记得体验不是可以互相偷视的 难道正是不只能他看见我 我看不见他 what 我的个青娘咧 我可以反悔吗 他们知道我位置 我不知道他位置 那可太难 呃 这个钩锁跟蜘蛛发射器模样 小小人机 尝尝我爆炸猎弓的威力 好家伙射三箭才到 关键前面两枪还是对于他身上来的 伤害真低 啥玩意儿啊 复仇者一死了 这咋回事儿啊 还给我发个代币奖励 哎呦喂 我啥也没干啊 还有奖励可以拿呀 真不错呀 真不错 还没来找我 半路就不屁了 吓死我了 二号一直在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不回他 不然一直跟着我 等我死了再说 接着这个四号问问我一个问题 还是我知道爆炸猎弓的正确用法吗 这有啥用法呀 不就是打人吗 还能怎么用 嗯 结果他转我过来 我是还能再一个人 我过来了 然后嘞 什么呀 谁教你这么用的呀 你不会是想说爆炸猎弓的正确用法是用来伤害队友吧 我也是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结果这个人还是死性不改 好像非要把我炸死一样 von 2号我的粉丝看不下去了 把雷抓炸他 然后他才消停了一会儿 好小子 你还好意识上我的武师 我打到一个防锥打药 结果他要炸我 我负了你这个老六浪 我不相信 但我没脾气是不是 喜欢炸是吧 来 别跑呀 现在知道跑了吧 不要脸 这里我还想等一下他 结果他丢了一颗雷 哼 不得你了 自己跑进去 哼 你还好意思举报我 还让其他队友举报我 真是贼喊捉贼 你看人家理你不理你 高塔那边有没有人啊 直接冲过去 外面有空头 证明还刷小枪 有人看到没有 有一个人在电梯里面 让我看看他上了几楼 让我看看他上了几楼 他去了六楼 可不可以坐电梯下来 我就在这里等着 守住带住 你又来干什么丝毫 别来打扰我行不行 他丢了一把小枪 我才不要 我不稀罕 我还在生你的气呢 蹲在电梯里面 等人一来 我一开门就打 突然 丝毫在外面打了起来 我立马过去支援 不过我这个实在是太拉垮了 太菜了 这里有一个服务属于啊 都等不中他一枪 活活活在哪 点错了 找到活了 烧死你 结果人没烧到 结果又是一波辣眼睛的操作 哎哟喂 一枪没中呀 初始阵位和灵敏都太难玩了 等等 救命啊 这个人还是我的活本子 仙女小冰糖3 完了完了完了 他心里在想 我粉的主播怎么那么才 不不不不 你听我狡辩 等我明天苹果更新 我都回来了 你不要脱粉 拜托了 刚刚还在质疑我的队友 我严厉马觉得我不是真的了 我 我只好和他结识了一下 然后他还让我开麦 不要不要我害羞 拜拜我走了 下期视频见拜拜 拜拜 by bwd6